112年南投農青勢力农村发展计划成果发表会 会中副县长王瑞德颁发金牌农村青赛县内出赛得奖的 9个基优社区以及农村导览人员受证 展现南投青年的无限创业 与农村社区火力 农业处长苏瑞祥 农村发展以及随土保持署 副分署长陈存凯 议员宋怀林以及林乌洋也都道长 表达对青农的重视 王副县长指出 借由成果展的举办可以看到青年无限创意 今年首次推办的青年住村计划 鼓励青年协助农村发展各项事务 希望透过计划影响更多青年回头发展 将专长回归家乡 我们在明年在石树化县长 就指示我们从社会及劳动处 原来的劳工及青年科 把青年的事务拉出来 我们从一个小店铺变成一个旗舰店 希望成立青年发展所 来扶植青年发展它的农业以及农村 相信今后我们在林主阳议员 我们各位的共同的努力之下 我们会来致力青年的农业 投入农业的发展以及社区的创生 希望我们共同创造一个 我们能够繁荣发展的移居城市 我相信未来能够让更多的青农回到我们南头 也能够让我们南头的农村发展能够更好 那希望说我们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 能够让南头县对于我们农业的发展 能够是我们在地人的一个骄傲 那也希望说我们的在地除了农业的发展之外 也希望说南头县政府能够更重视 年轻人回流的这个问题 希望说投入更多的资源 让我们在地的年轻人能够回到南头县 金牌农村竞赛是农业部每三年办理一次的 全国性农村竞赛 今年度南头县辖区内 共有89个农村社区参与南头县内出赛 共集群出三金、三银、三铜共9个基优社区 其中获得金牌的三个社区 普里镇、一新社区发展协会 入湖小半天休闲农业区发展协会 祖山镇、严镇社区发展协会 将代表南头县参加全国竞赛争取荣耀 记者邀请元中心新村采访报道